那家老铁们分享一条世界上最懒的鱼 就这鱼 它叫西盘鱼 它专门吸附在鲨鱼鲸鱼的身上 你别看它懒人靠本事吃饭 一洗一洗好几年 甩都甩不掉 老铁们觉得长知识了 觉得好玩了 记得留个双鸡 关注我 看我海边赶海直播 天我又带着二十兄的大楼爬 来海边捞东西 出货了一只螃蟹 我去这是啥 大龙虾 龙虾摆尾 活力十足 我知道有的朋友怎么商量 也不会给我装鸡 但我还是再监制一下 给一个吧 喜欢看大海 抓海现在加个关注 看我直播 老铁的兄弟们 接上视频 咱今天就把这条鱼给掩埋了 毕竟它曾经也是海里的王者 咱让它生于大海 葬于大海 咱老铁就要我做的对的 给个双鸡 加个关注 喜欢大海的看我直播 保护海洋环境 人人有责 关注我 看我直播 老铁的兄弟们 都说大潮有大货 这几千只跑赶上大潮 今天在养殖区的岸边 发现这么一个大家伙 莫测有几十斤吧 这是什么鱼 这么大呀 先给拽出来看一看 千万别被我二叔知道 我又去养殖区了 让他看到 估计要追我在沙滩上 跑十公里了 很多老铁 没吃过 没见过这么大的鱼 一进屋 翻手就减掉了灯泡 马上十年半左右直播咯 记得天下室一关注 看我直播 下个视频吃货咯 从踏上赶海这条路 我老爷为我掏碎了心 天气凉了 八爪鱼都躲在洞里了 我老爷心疼我 把正常多年的老酒都拿出来 都是为呛八爪鱼 这个视频丢给个双鸡吧 老爷看见这么多的双鸡 肯定高兴坏了 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 看我带你赶海